稍稍等一會 這裡是寫Waiting的 嗯 這裡要按 咦 已經按了 嗯 我已經按了 好 嗯 我這樣保險一點 我沒有按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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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現在是真的了 按漏了一個緊急鍵 原來是有一個鍵是要按的 所以是否大鄉里 人家玩了這麼多年 網台 都賺到盆滿盆盆盆 我們已經落後於時代 終於賺回這個時代的尖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雙平台廣播 一個就是IG 以及我們前面的Youtube 如果想快人一步 就去我們的IG 都可以看到比較即時的 Youtube 就多多少少有些延遲 不過畫面就好看一點 想和我們聊天的話 就在IG留言 嗯 是的 還有一會兒會有少少片段 都是Youtube的觀眾 就會看到 是的 IG的朋友 希望你們都 也開完Youtube 這樣去看 如果我們說去片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在Youtube上看片 嗯 那 講一些開場白 為什麼我們今天做Live 今天一徐羅古 就 又不可以說是第一次做Live 因為去年很多演出都變成Live 但是今次是第一次自己按摩機 自己做 那我們所謂何時呢 所謂何時 當然是介紹我們一些新的作品 對 最近就 密羅緊固地做一個網站出來 那就是 叫做香港微音樂的網站 是的 微音樂的網站 是的 那 這個 微音樂是什麼意思呢 究竟 就 借了一些微小說 微電影的概念 就是 一些很小型很小型很短的音樂 那這個概念呢 也是來自戲曲的音樂 那不如 舉個例子 順便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是的 那 美音樂嘛 第一個美音樂介紹就是 一徐羅古 是的 那我們是一徐羅古 那我們一徐羅古 這四個字 其實就是 有聲音的 是的 就是 一徐羅古就是一下 撐 撐 那這是什麼聲音呢 其實是模擬一些樂器的聲音 那我今天就 都有一些樂器在旁邊 那就是 和這些裸有關係的 那這個撐 我們聽一下 讀音 看看可不可以想像到它是什麼聲音 一開始說 撐 的時候會有一個 撐 這樣的 這樣的聲音 那這是什麼樂器呢 究竟 這是什麼樂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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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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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說的 插 插 兩個金屬樂器 左右手各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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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插 剛才我們說 一徐羅古是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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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最大聲 這一下有聲 是什麼 最大聲 就是 插 插 就是 插的聲音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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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形容都不同的 如果只是插 有些人就是插 這樣 就視乎你的插大還是小 其實 如果你大一點的插 就可能會低音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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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那這個字呢 就是 模仿這個 一個插 一個插 和一個路 同時齊擊 對 同時齊擊 就會有撐這個聲音 那撐這個 其實 在粵劇裡 已經是一個 微音樂 是了 最短的挪古點 但是最常用 以及最多配搭 因為它是一開始就要用一錘來開始 就是一下而已 然後兩下都是兩個一下 五下也好都是五個一下加起來 所以一下就是一錘蘿固就是所有蘿固點的開始 或者是代表所有的蘿固點 還有可以變化一些蘿固點出來的 譬如撐一下 有時候可以將它有另外一個一錘蘿固 就是首先這個叉自己打了 就叉 它自己的時候我們就說叉 接著那個波語或者沙滴 應該是沙滴 就是沙滴來的 就是叉得撐 這個我們也叫做一錘蘿固 我覺得是一個撐的 就是將它稍為加長一點 對 叉得撐 或者是得撐 或者有時候是國撐 都是一錘的 有一個再長一點的 他們譬如唱歌之前 有一個叫喜唱一錘 現長很多 的國撐 叉得撐 它也叫做一錘 擴充了 這樣說 我們現在叫這些 這些叫做蘿固點 蘿固點 很短 所以一錘蘿固 其實就是一個蘿固點 我們在這個計劃 我們叫它做一個微音樂 是的 我們叫微音樂 德就是一個雙皮鼓 不過現在其實是一個木的樂器 以前是一個鼓 撐 剛才說了 就是全部人一起打 全部人一起打 就撐 是的 我們這個香港微音樂 其實是去創作很多這些 很短很短的蘿固點 是的 我們 除了這個蘿固點 還有其他 是的當然 但是我們暫時來說 網站 大家如果按進去看 主要是蘿固點 如果你在YouTube的話 你按在下面 按下一點 就會看到網站 可以按進去按一下 已經有一些作品上載了上去 IG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去一場蘿固的網頁 可以看到香港微音樂的連結 或者大家在IG看的朋友 也可以在YouTube看 嗯 是的 蘿固點就是其中一種 在戲曲裡面的微音樂 通常說話和說話中間 可以加一些蘿固點 可以加強一下氣氛 停頓一下 也可以配襯一下動作 也可以 但是除了敲擊樂之外 還有一些是旋律 是的 旋律 旋律還沒有音樂 是的 沒有音樂 一定有旋律 是的 其實旋律 好像生日歌 都很快就唱了 是的 不過在戲曲裡面的微音樂 還可以再短一點都可以 是的 我們示範一下 看看有多短 是的 我們今天也 叫做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好 等我一會兒 先變一些法寶 等等 就是這個 最短的 真的很短的 是的 請問你 你印象中最短的 在你玩粵劇伴奏的時候 最短的音樂是怎樣 最短的音樂是這個 好 完了 只有兩個音 是的 只有兩個音 這兩個音代表什麼呢 這兩個音是代表 很多東西 真的 可以有很多東西 其實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嗯 要請你解釋一下 例如 我給這兩個音 第一就是給了 演員他們叫做線口 他們術語叫做線口 嗯 是的 究竟之後是唱什麼 那個鍵是什麼 嗯 第二個就是 給一個節奏 我們是這樣數的 D D 是這樣數的 我們 第三樣東西 就是 可能是給之後要唱的版式 或者是一些提示 這樣 是的 通常是在一個 先打了一個挪鼓點 通常 可能是我們剛才說的 長一點的一曲 然後就會有這兩個音 對 嘟嘟 哈哈 或者是叮叮 這樣 其實什麼音都可以 Dodo Mimi也有的 就是師傅 跟著他要唱 那支曲 開始的音是什麼 是的 我們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網站 裡面其中一個音樂 就是叮叮 這樣 不行的了 因為已經創作了 前人已經有了 前人已經有了 是的 這個微音樂 這個那麼短的 又可以加長一點 可能是這樣 跟剛才差不多 所以呢 嘟嘟嘟嘟嘟 又完了 嘟 就是三個音 對 三個音 我以前有做過粵劇半周 就是我經常都是開頭這幾個音 就是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經常都忘記彈 其實很內疚 雖然只有幾個音 但是只有幾個音 都彈不到 有時候很短的反應不到 後來就知道 就是要提早準備的 雖然只有幾個音 是的 那還有沒有其他例子呢 有些 長一點 長一點 或者有些專用一點的例子 有沒有 專用一點的 長一點都是 怎樣開口 或者叫做 叫做 key 剛才我們叫做線口 譬如大家 如果聽了曲 或者聽別人說 經常都會聽到的 這個 就會這樣 嗯 這個五個音 的微音樂 現在如果你是在讀 香港的 中學民民市的音樂科 你都一定會認識的 是的 會聽到的 還有幾個音 還有一些 同一樣東西裡面 就是我們叫板式 或者是一段 唱段裡面 都會有這個 出現 其實它的用途是一樣的 可能第二個是這樣的 或者是這樣的 或者是這樣的 是的 全部這些很短 就這樣聽下去 你都不覺得是一首歌 或者不覺得是不成為一個音樂 但原來它是準備 之後用來唱的 它是一個很短的前奏 通常一般 就算你不太聽到唱詞 或者不太聽到唱詞 或者不太聽到粵曲 你聽到幾次 你始終都會認得它的 你就什麼都聽不到 只聽到叮叮叮叮叮叮 你會認得它的 那就是一個很 叫做 標誌性 可以說是 而且是令到你會記得 你始終會記得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聽一晚的大戲 看一晚大戲 那你 聽到第二場左右 我想你已經認得它的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看了二十年大戲的觀眾 真的 發夢都記得 其實 很熟悉 很親切 如果你慢慢看的話 你真的發夢都會記得 是的 雖然是很短很短 但是 就 很常用 還有很有意思 譬如剛才這個 這個 這個是 用來做什麼的呢 是用來唱的 唱的一個版色叫 滾花 或者叫菌花 有人叫做 那就是幫子菌花 嗯 那就是一個滾花的前奏 或者我們叫做 滾花的聚 就是 講的時候 我們講了一個嘴字 對 講了一個嘴 一個前奏 很重要的 打了一個挪鼓點之後 音樂 就一定要玩這五個音 不要小看它那麼短 不玩之後 那些人就 整首歌就沒有了 是的 你不玩它 不唱 我們在這個微音樂計劃裡面 都會做一些前奏 創作一些前奏 是適合用在戲曲裡面 其實除了是粵劇之外 就算是我自己沒有那麼熟悉的劇種 譬如《京劇》 我都會留意到 有些小小小的旋律 經常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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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記得它的 那些旋律是沒有人唱的 是的 就好像 沒有人唱的 就好像剛才那些前奏 一個劇種 其實我想你看三十分鐘的戲 很快就已經會發現到這件事 是的 除了一些前奏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長的音樂 就未必是有人唱的 是的 可能有些叫小吊 小吊 其實現在是沒有人唱的 可以有人唱 可以沒有人唱的 通常都很會獨立玩出來 可能配搭一些動作 例如這首 不是很適合 好 這首 就結束了 那就結束了 那就結束了 可能會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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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複 無限地玩下去 然後又可能會搏其他 但剛才這段旋律有什麼意味呢? 剛才這段旋律 意味其實都是配搭一些動作 可能是比較有趣的動作 或者是唱詞 我通常看到這首歌 配唱詞 都是一些跳皮的唱詞 剛剛玩這首很短的旋律 叫做四不正 這樣講四不正 大家也知道玩這個 我印象中 可能是一些找東西 是的 找東西 還有一些做一些搭彈的事情 搭彈 四不正 是的 所以看電影的觀眾 一聽到這首 就會知道 接下來一定會有些有趣的事情發生 或者有些論順的事情發生 對 論順順順 對 論順順順 除了論順順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 如果有沒有一些 表達其他情節的事情 例如哭 對 有一些傷心 通常傷心都會配一個挪鼓 但是挪鼓裡面也有音樂 我們叫哭相詩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剛剛這段叫哭相詩 代表人物在哭 那人物其實未必會哭 他未必會哭 可能是心裡哭 總之他會傷心 會流淚 或者是 通常他沒有什麼唱詞 感情已經到了 沒有什麼說話 很慘很傷心 這樣會配一個挪鼓 而且有時候我記得 有些劇情 例如想說 人物聽到有人哭 那哭的人物 就不在台上 那音樂 就玩這一小段旋律 全部人就知道 有些哭聲 不知道在哪裡來 但是這件事 就是要看慣氣 或者是知道 總之是看慣氣 你就會知道 第一次聽的 未必覺得他是哭的 剛才一小段 還有什麼 這些短的旋律呢 我印象中 通常 起幕的時候 有時都會有一句旋律 很多時候還要用鎖立 即大笛 我們叫做大笛來吹 那些旋律又有什麼意思 通常是怎樣 起幕後 有人之前出來的 他可能有大笛一句 通常是長一點的牌子 第一句 譬如這個 出來的可能是一些 沒有打的人 或者是一些 有功架的人 譬如 暈倒了 然後鬍醒 就會是這個牌子 的第一句 這個牌子叫做 銀台上的第一句 叫做這樣的 其實銀台上的第一句 其實銀台上是一首 真的長一點的曲 但原來會這樣抽一句出來用的 基本上我印象中 經常都聽到它一句 反而玩整首的 就未必我自己 因為可能我沒有份吹所納 所以我印象中 我沒有什麼機會玩 但聽就經常聽到 我記得這一句 鬍醒的時候 人暈倒了 聽到這句 我就知道他終於醒了 為何要聽才知道他醒了 因為我以前做伴奏的時候 在樂池裡面 其實在樂池裡 我看不到台上發生什麼事 因為剛剛那個盲點 可能看到一雙腳 看上去的時候 但聽到這個音樂 我就知道那個角色醒了 你自己也醒醒了 我也醒醒了 你也醒醒了 之後有事發生 可能是唱一大段 沒錯 我們這個微音樂計劃 都拿一些戲曲的情節 經常發生的情節 就拿來做一個參考 去創作一些音樂 去配合他 今天第一集 不如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一些最新的作品 大家可以先看網站 最新的作品 當然是 這個更新的 新到連網站都沒有 是的 現在新 但你剛才說的情緒 那些網站 是有放在一些 現在很流行的 那些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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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有些 你按那些情緒 那你就找到那些 樂曲 或者微音樂 那些 代表情緒 去 去搜尋 這樣 是的 借這個機會 介紹一下 我們微音樂的其他的成員 我們有五位創作者 五位 這個微音樂 有我身邊這位 陳志剛 小弟外陳志剛 陳志剛 還有一位我們今天介紹的 叫做丁忠偉 他為我們這個微音樂 創作了一首 叫做 喜慶的 又不只是喜慶 他用在一個比較 夢境的場景 夢境 一個夢境的場景 也是開心的 也是開心的 是開心的 夢境的場景 那我們不如聽聽聽 丁忠偉這個 新的微音樂作品 沒有那麼極端的 不是嘟嘟的就完蛋了 不是這樣的 不是嘟嘟的 IG的朋友 你們好 你是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在Youtube播放 如果你想聽 就去Youtube 不然我就跟你聊天 好了 準備去片 嗯 好 好 我 我 我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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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